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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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船董事长郑文龙与金融市长林佑昌 立法人蔡思英及承造厂商等人共同动土下 攸关潜建国造关键一步的国建国造重要装备园区第一期厂房正式在台船金融厂动工 预计明年六月里完工提供国外装备商进驻 投入浅建国造装备生产及组装工作 搭配这个厂房 台船在自己的未来的规划里面 我们也会成立一个 一家属于精力科技的公司 来搭配这样的一个共同 在这个精力的公司里面 我们会将未来国建国造里面 大力争取国建国造重要装备园区设置在基隆的基隆市长林佑昌与立法人蔡思英也希望 为基隆带来更多投资及增加就业机会 同时让潜建国造的关键核心技术留在台湾 并强化台船基隆厂员工的竞争力 今天厂房的一个动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一步 那这个厂房预计在明年六月份左右会来完工 那接下来这个相关的一个厂家就会进驻 生产线进驻 我想对于地方的一个产业跟经济 甚至包括就业都有正面的一个注意 更重要也会带给我们台船的基隆厂技术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台船基隆厂的老干新资 也可以让这个地方的未来的造船的一个产业来永续的发展 整个潜建国造里面有接近一百项的左右是红区装备 那红区装备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台湾自己本身没有办法透过自行研发 必须要透过国外的购买的方式 评估四项之下有部分的红区装备 透过技术合作的方式留在台湾来做后续的自主生产 那这个部分就是避免未来的中国的打压 也让台湾的技术能力能够升级 那我要说明就是对台湾来讲 潜建国造是一件重要的事 它不是只有造一艘潜建或两艘潜建 它才会成为台湾海军最重要的一个战略部队 而这样的一个战略部队必须要常态性的长期性的投入 不论是生产研发或者后续的装备维修等等 都需要有个完整的产业生产链 那台湾将会在这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台湾方面表示第一期工程建制的厂房将近2000平 第二期工程也同步展开规划及设计 未来将结合台湾本土装备厂商投入重要装备研发 争取其他舰艇的装备市场 协助政府达成国防自主化的目标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连日来的大雨基隆北宁路又出现了落石 地点在必杀鱼港对面的山坡 200吨重的土石因为含水量饱和直接滑落 索性工程单位有钢板机桩达到防护作业 没有让落石滑到路面 不过接下来大雨还是不断 提醒民众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太重了啦 哇好大 怪手机具来来回回施工 把掉落的大巨石移到路面上 另一头工人搭上吊车 开始挂上帆布 避免土石继续滑动 这里是基隆的北宁路 现场围起了护栏 不让人车靠近 就怕落石继续滑动 落石滑动发生在10号上午8点 北宁路碧沙鱼港对面山坡 发生了土石崩落 山坡地一次连来大雨 含水量饱和 导致施工中的边坡滑落 索性工程单位先前设置了临时设施 又达到了防护作用 石块被防护板挡住 没有砸落到路面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在基隆同时也发生了瑞士规模三级的一个地震 周边的居民非常担心 因为连日的降雨在上地震的一个状况 会引发边坡大堆为一个摊帮 所以今日感觉召集 公务总局以及台电的相关一个月单位 到场占领一个现餐 那我想最主要也是要要求 我们公务总局针对于落石的部分 尽速来做处理 公务总局也承诺 将尽速安排结构地区 到场来观测 我们现场边坡整体的安全 12月10号参差的主席先做清除 预计下周一会清除完成 接下来我们会做边坡保护 我们做挂网还有喷加人边坡保护 后续我们再配合台电 天移电感的时程 我们预计在一周内将档主墙实做完成 目前工程单位已经在现场拉起了帆布 避免土石继续滑动 而市议员张浩瀚邀及了公务总局人员会刊 要求先做好安全防务措施 要维护庸路人的安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基隆大五轮溪流连续三年 因为大雨的关系导致溪流暴涨泥水漫流 基隆市政府和经济部水利署 推动河川整治工程 宣布大五轮工业区周边排水的工程竣工 不少大五轮工业区的厂商出席了典礼 感谢政府投入防洪治水 让厂商可以安心创业 大雨下不停 大五轮溪支流 河水湍急 但现在大五轮工业区 不用再怕会淹水 大五轮工业区周边排水工程竣工 基隆市长林又昌 立委蔡思英及大五轮厂商共同见证这一刻 分享喜悦的心情 我们所有的厂协会跟我们为理事长报告 各位关心的这个问题都在逐步 依其成来进行解决当中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竣工典礼 也就是我们大五轮工业区周边区域排水的这个事情 是其中治理计划的一部分 水利署的部分已经正式的将 我们未来基隆大五轮工业区水规的改善工程方案 已经送来基隆市政府了 那其中在大五轮分红道的部分 总共提了四个方案 请市政府的部分才做讨论 另外有两件事 另外有一个就关于是这个 志鸿池的事情 也提了两个方案出来 那我知道这志鸿池的相关费用还蛮庞大的 我昨天有在立法院协调的时候 我要求经济部再多出一点 这一项工程将1636公尺的户案整治好 总共投入了8000多万元 历经568个工作天 完工后可以有效改善大五轮息 核提户案功能 提升工业区及周边邻近的社区安全 记者黄绍鸣介绍报道 迈入第二十届的国人自治优质儿哨节目 五星奖颁奖典礼 1月9号将在张荣发基金会 国际会议中心登场 一共是有45个儿哨节目 获得新等推荐 在推动20年来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相当的感动制作团队的用心 制作的儿哨节目 也呼吁媒体业者 在未来能够更加重视儿哨节目的领域 提升儿哨节目的直语量 全台湾唯一向观众朋友来推荐 国人自治优质儿哨节目的五星奖 已经完成109年度的影片评选 将在1月9号进行第20届的五星奖颁奖典礼 这项优质儿哨节目的五星奖评选 由财团法人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担任幕后推手 20年来从不停歇 鼓励国人自治优质的儿哨节目 去年获得美观新等推荐的多项节目 不但入围今年第55届金钟奖 其中获五星推荐的卡古档时光机 传承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的儿哨节目 更一举敲响金钟 拿下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 得奖的是 不要成语 我们回顾这些年来 每次我们举办的五星奖里头 原住民电视台的节目 或者跟原名题材相关的儿哨节目 进入我们五星奖 四星办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优质 像今年获得五星推荐几个节目 都已经在金钟奖 都已经入围跟得奖 所以显现这方面第一个节目内容的品质 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 另外当然就是底塑所蕴含的 跟原名相关的内涵跟意义 我觉得对于这一个族群的乐听众 尤其是青少年儿童朋友来说 是非常具有意义跟影响的一些内涵 那当然我另一方面也希望说 这个节目制作出来 不只是给原名的乐听众看 其实它应该是属于整个台湾 所有乐听众都应该可以去观看 跟拥有的一个环境媒体资源 所以透过这些节目的呈现 然后我们五星讲的鼓励 其实目的是希望更多人能够去观看 去发掘这样节目 可以带给我们的优良环境里头的成长的要素 多年来积极催生儿哨节目 另一方面 美观却也担忧 国内的媒体环境 常受限于人力和经费 会影响制作儿哨节目的意愿 因此也特别呼吁媒体业者 能重视儿哨节目的领域 为儿哨族群制作更多的优质节目 所谓的五星奖 就是优质儿哨节目的奖励的一个活动 已经办了20年的 我们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能够鼓励 台湾的媒体界 多多制作优质的 然后有影响力的儿哨节目 提供我们儿哨成长更好的一个媒体环境跟机会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台湾的媒体环境 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相对来讲 在儿哨节目这个领域 无论是制作的资源 经费人力的投注上 可能都对媒体来讲 是有它困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 这样一个奖励的方式 鼓励媒体的儿哨节目的从业人员 特别是媒体的老板 主席事者 能够更加努力重视 儿哨节目这个领域 为鼓励优质儿哨节目的产出 中江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也积极参与并赞助经费 支持媒官举办 优质儿哨节目的五星奖活动 希望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也为儿哨的媒体环境 尽一份心力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 趁着训练的空档投身公益活动 他回到母校基隆高中和基隆的小选手 分享运动防护观念 校方安排小选手和心目中的偶像一起练球 那同样是基隆高中毕业学长的市长林又昌 两个人一起搭档来进行友谊赛 没想到林又昌和小天默契十足 顺利的赢得比赛 球场上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尽情挥拍 而一旁搭档是他基隆高中毕业的学长 市长林又昌 头一次搭档似乎很有默契 哇 这是我们小天的高中 哇 这种好地方 小天来回的撒球果然爆发力十足 但市长林又昌也不是省油的灯 不管是吊球或者接发球都跟得上脚步 果然两个人默契很好顺利赢得比赛 包括我们基隆高中 还有我们基隆的三级学校 都很乐中于在与球全球的一个培训 所以今天有小天来当大家的一个楷模 而且他非常愿意来提起后进 来培育下一代的选手 我觉得非常敬佩 非常的感动 所以当然站在市政府的一个角度 我们也会竭尽我们所能 不管是市政府的资源 还是民间社会企业上的一个资源 我们都会来全力协助 不管是在基隆 甚至包括全国羽球运动的一个发展 台湾语求一个周天成正的训练空档 不断的投入公益活动 这一回回到基隆母校基隆高中 教导基隆小选手运动防护的观念 还进行一场接龙比赛 之前也是会回来带一些学弟们他们做训练 就是来这边协助教练 然后甚至自己也来这边训练 我觉得这边的氛围OS很好 因为这边也是一个半山腰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很专心在这边训练 所以一方面是也希望市长可以 让多一点比较好的人才 可以来到基隆高中这边做训练 因为我觉得这边有很好的郑永成教练 印尼的教练 他这边世界排名也是第四名 那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羽球的观念 如果能在小时候 高中你可以去有这种很好的基础的时候 你在后面的发展 你才更容易成为一个国际型的选手 叫我们很多放松的动作 不管就是上次还是下次 然后都让我们学到说 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不管是比赛的训练前 都要做好放松 他以前有连十场比赛都输过 也还是都没有放弃 我会觉得我们可以向他学习 世界级的羽球高手来到学校 加上又是学长身份 小选手超级兴奋 周天成在球场上展露球技 希望帮助基隆的羽球运动 蓬勃发展 也让师生看到台湾羽球一哥的亲和力 记者黄少铭 基隆报导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要记得三要准备 及欺负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可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 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 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步口诀 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 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 台北国际食品展登场 台湾馆以TAGA农业品牌精品 票选魅力产品和农鱼促产等重点主题产区 来推广国货 帮民众精挑细选好产品 今年台北国际食品展17号开炮 其中台湾馆共会集116家优质厂商 共享盛举 除了为民众分区介绍商品 也发表台湾十大魅力产品 更结合韩国网红主厨孙荣 国业名厨邱宝郎 及文青主厨陈坤黄 提前端上十大魅力创意主题餐 教民众烹调美味 其实国外的厂商对于国内的很多产品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生鲜的水果以外 那其实台湾的农产品有很多加工形态的 特别是鱼产品的部分 那鱼产品的部分像我们今天所特别举办的这些 像石斑鱼做出来的鲜果 那个鲜果鱼的部分 它就是一个非常 结合我们的生鲜食材 再加上我们的特殊的料理的技术 然后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商品 那这些商品我想 可以让国际的买家能够了解到我们的农产品的美 然后也了解到我们的商品的一个 价值的一个概念 那除了鱼以外 那事实上有很多包括米的部分 包括一些农粮的部分 然后包括一些续型的部分 台湾馆将推出产地直送的 输果鱼肉新鲜食材 科技研发的即时包装与调味料理 创意农产零食和精致半熟利 为民众精挑细选好味道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最有魅力的食材是什么呢 农委会举办了2020台湾十大魅力商品评选 针对122项优质的国产零选 每项产品都让人惊艳 送礼自用两相宜 2020台湾十大魅力商品评选出炉 金牌得主是这罐香喷喷的黑麻油姜泥调理酱 在市场受到热力欢迎 包装设计与营养健康成分都受到评审青睐 银牌得主 美麦干拌面也不遑多让 Q弹厚实的面条吃出层层口感 还有蜜辣乌鱼籽养星电宝礼盒 茶礼盒等十项具有市场前瞻性商品特色 及发展潜力技术创新的产品 意义揭露 我们借由展前记者会 也顺便将我们国内非常棒的农产品的加工食品 透过选拔选出了十个十大的一个长鲜的商品 那这个商品也透过我们现场的主厨 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棒的料理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台北国际食品展 能够将我们的农产品 有系统的带到国际上去 特别是我们透过品牌的行销 透过包装的设计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台湾的农业能够让全世界看得到 为推动农产品外销 及宣传台湾特色国产农产食品 农委会举办这项评选 将透过台北国际食品展览活动宣传 积极向海外买主 推荐台湾优质农产的安全 美味与创新特色 争取国际订单 也同时帮民众挑选出送礼 资用都非常适合的食材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云林县北港镇拥有百年妈祖信仰文化 云林县政府出版北港静香专书 以及神工传译北港 云林北港传统公益职人的套书 要让民众认识北港百年的 义政文化底蕴以及历史传承 云林县北港镇拥有百年妈祖信仰文化 衍生丰富的传统公益 云林县政府执行 北港百年义政再造历史现场计划 透过调查研究将妈祖静香文化 与艺师的公益之美 出版北港静香专书 以及神工传译北港云林北港 传统公益职人套书 让民众认识北港百年义政的文化底蕴 与历史传承 这两套书最重要北港镇香这本书 记载着三百多年来 整个曹天宫的一个镇香文化 那同时我们在神工传译当中 我们所有的公益师 我们可以把它记录说 他所有的这些创作的这些文化 那我想这次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编列层测 我相信我们未来不只在保存 文化记录方面 甚至呢我们在传承延续 我们都用这样慎重的心情 来把所有公益师的这样的精神 能够继续的发扬下去 其中北港镇香专书 从不同面向勾勒镇香文化的完整面貌 而神工传译北港云林北港 传统公益职人套书 则是记录各扇盛场的 七组八位传统艺师们 将心独具的公益之美 我想呢我们在整个这么 百年以来 这么三百多年来 这些传承的历史 那当然需要很多的这些精神 来针对所有 这些百年议政 还神工传译做调研 那透过不断的调查研究以后 那这个当中当然是花很多的时间 心力跟体力 跟极可很多人的这个智慧 共同创作出来 那我想我们还是 要把这些调研出来的这些结果 用文字来呈现 所以才有这个专书的出版 我想这是最重要 我们当时的发想 以及我们希望呈现的一个成果 妈祖文化是台湾重要的民间信仰 因此云林县政府希望以创新的方式 将北港朝天宫的进香文化 透过不同的形式传承下去 我们希望呢 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百年的 就是民署可以成为国子定 所以以一个就是调研 然后非常详细的一个内容的方式 让民众透过这本书 来认识这个百年的传承文化 那神工传译呢 也是我们云林县 针对这个无形文化资产技术 保存的一个品牌 那今天呢 这个这套书呢 有七本 那就是针对我们 就是县指定的这些就是议师们 他们呢 在这个公益上面的表现 那透过就是我们 就是专业的学者老师 然后去把它做过完整的梳理之后 那希望呢 一整套七套的书呢 不管是从它的内容 以及外面的整个 就是书的一个包装呢 都用一种创新 一种就是时髦的方式 来跟大家见面 透过出版书籍 云林县政府将持续传递云林文化 信仰与公益之美 让美好的传统价值 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并且传承下去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以上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以及中佳新闻YouTube订阅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呢我们也和FM情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历如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